招牵就是不要冲不要香菜 那大家知道走地走地是什么吗 哈哈哈哈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吃港式点心 最近在西坡呢开了一间叫做小香港港式茶餐厅 今天呢我非常的饿了我要order很多很多 带大家去吃露吃一波 走进来的时候呢这个香港茶餐厅的那个感觉 加上这个老式的这个装饰搭配这个座位的摆设 我之前呢很充满的经过这个香港几次 那时候呢是在香港办这个Visa 所以呢这个在香港待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其实对香港的食物呢其实印象不是很深刻的 但是我印象中呢 香港的茶餐厅呢其实普遍都不大 然后很挤 然后搭台呢也是他们香港茶餐厅的文化 出餐的速度有效率 走带大家去order食物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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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预备了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这个菜单上面应该快一半的食物都被我预备完了 对我来说我都很想吃开看 现在在我左边呢这个就是港式餐蛋面 哇 很大一碗哦 看到荷包蛋呢我就欲罢不能了 它里面呢就是还有一块五昌肉 它这个面的口感就像是 香港那种出钱一丁的面的口感很像 这个五昌肉还不错 它的面基本上会比较淡 然后加了这个五昌肉之后呢它整个咸的味道就出来了 嗯 你说 XO虾仁炒饭 这看过去炒的颜色很漂亮哦 好 我们来试试看XO酱虾仁炒饭 虾仁蛮厚实的 它里面也有玉米啊 青葱 然后淡的香味 XO酱应该算是香港的一种调味酱 然后重点是它的米很香哦 饭的口感是有嚼劲的那种 然后炒的也很入味 来到这种香港茶餐厅呢 不秀几段这个粤语怎么可以呢 我说这粤语文呢 XO酱的炒饭 不得了啊 好了 现在在我这个右手边呢 这个是感氏花生法兰西多士 感氏茶点西多士呢 其实大概有几十种口味啦 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花生西多士啦 法兰西多士呢就叫Franx Toss 来跟我念一遍 然后呢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拿蛋液去脏的 然后拿去炸 试试看它的味道 它上面就是有一层蜂蜜吗 嗯 然后它炸的也不会太油腻 我觉得这道蛮特别的 然后他们用的 牛油啊感觉品质还不错 重点的是他们脏了蛋液这个面包呢 炸起来不会太油腻 其实大家知道 在香港点餐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很多 蛮有趣的术语 比如说 像零仔 零仔 看到帅哥叫零仔 零仔就是他们白饭的意思 那零雷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下次我们去这个香港茶餐厅 零零零零零 零零零吃的其实就是白粥 白粥的意思 他们有蛮多 呃特别的这种点餐的这个术语 蛮好玩的 但是银蛋饭的里面就是有武昌肉 然后鸡蛋 然后菜 然后分量蛮多的 然后它上面就是有这样的 呃番茄酱 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吃 武昌肉的 我觉得如果武昌肉可以多一点就更好了 太喜欢吃武昌肉了 然后它的武藏肉也不会太油 武藏肉蛮透的 哇 哇 这个点心类 顶三 这个粤语讲到还可以了 没有啊 这个半桶水 这个就是养盐桃椒 里面就是有枸杞 百木耳 红枣 就养盐美容啊 这个男人也是要保养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有少甜 冰糖的甜 好 养盐完了 我们就直接做我们的食物了 来到这个小香港呢 必点呢 一个就是菠萝包 菠萝包呢 也是香港的常餐厅 非常著名的一道食物啊 据说那时候香港人不满足于普通的面包 因为显得太单调嘛 所以他们就自己出了自己的甜面包 然后这个菠萝包呢 现在在亚洲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这个是必点的啦 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 嗯 我喜欢这个口感了 嗯 哇 它里面奶油的香气 它这个金黄色的外表 跟这个奶香味的口感啊 令人欲罢不能啊 菠萝包它的灵魂呢 其实是在于它的这个表皮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菠萝皮 刚烤出来的时候呢 非常的酥脆 面包皮又蓬松柔软 再加上它里面有那个牛油的 这个口感呢 大呼过瘾 太好吃了 这个就是冰镇奶茶啦 这个冰镇奶茶跟外面看到的不一样 它是用 直接用一桶冰 然后把这个奶茶 浸在里面 这个差别造于什么呢 光看这个外表呢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奶茶 是非常的浓厚的 我试试看 哦 很厚耶 它的茶很厚哦 它的茶香在嘴巴里面散开 搭配滑润的淡奶口感 这就是它没有加冰块的原因啦 奶茶喝起来非常的厚实 茶味跟奶味完美融合在一起 这个可以 红红感吗 香港水晶虾脚 这个外观色泽晶晶剔透 然后外观很美丽 可以知道它里面这个 这个虾的口感非常烫 皮的口感柔韧 鲜鲜美 然后有虾的鲜味 来试试看哦 沙环金沙包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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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皮蒸好之后 这个柔滑度刚好 然后包子呢也不会黏牙 只是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烫哦 它里面最主要就是咸蛋黄跟牛油混合而成 然后应该加一些加一些砂糖的那种口感 不错 这个好吃 好顶 好顶 现在烧卖呢也是广市早餐的这个十大天王之一啊 那其他九大天王是什么 有人告诉我吗 应该是四大天王 我是必点的啦 必点的点心之一 嗯 油汝籽的这个面皮 咬上一口啊 腥味十足哦 然后里面都还有水分 然后嘴巴里面都还有虾的腥味 唇指流香 腥味十足 然后这个蛋糖呢 两个外形不一样 外皮很酥脆 很香的烘烤味 嗯 我喜欢它的外皮 好这个就是当卡啦 刚刚吃的这个不是当卡 这个是当卡 其实馅里面都一样齁 其实相较之下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 这种的外皮 飞沙种奶是什么 不是飞檐走壁 一飞檐走壁 一个飞檐走壁 一个地里走 喂 其实它就是我们俗称 它比较多用于咖啡啦 就像我们叫的 COPI OR COSON 就是它们俗称叫 灾飞 如果大家还知道 它们一些典仓术语呢 也可以在下方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继续吃 好我们来吃这个 叫做甘草河粉 甘草河粉 颜色很漂亮哦 这种东西最主要就是 它的锅器 然后它的上色 它的牛肉水 比较有嚼劲的 炒到这个锅器很够 然后上色那种酱油的分布 很香 然后豆芽它有点脆 炒得也不会糊糊的啦 好美啊 古老肉 古老肉 菇油 菇油 菇 菇老肉 菇老肉 哈哈 怎么念有人会念吗 菇 菇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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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吃吃看 它菇老肉主要就是猪肉和糖醋酱 酸甜的口感 它这个肉呢应该是属于肥瘦三间 它肉也不会太柴 嗯 红椒 红椒的搭配 还有黄梨 嗯很清爽 这一碗就是 赶式 苍肉 液粉汤 然后它的面就是 面条就属于 那种意大利面那种 类似通心粉那种 嗯看得到吗 嘿嘿 可以看山里吗 通心粉 嗯它吃起来面 蛮特别的 也不会糊糊的感觉 然后也不会很烂 嗯 嗯这个应该是个人喜欢啦 然后面的感觉吃起来也不会太咸咯 小山坎这里的点心呢 选择性呢非常多 然后种类呢也很特别 包括一些主食类啊 一些点心类 都是目前西部呢 还没有看到的 非常的特别 整体来说我还会再来 哦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来试试看 那他们目前的营业时间呢 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半 到晚上的9点 哦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按照分享留言 记得打开小铃铛 记得关注我的IG跟粉丝专业 我们下期见